首轮嘛对吧 二位小七的人 你这么置换的话 机甲它的容错肯定更高 一旦你给到失误 那你其实在前期扩大的距离 就已经够用了 这就得看 到底是怎么想的 因为时序其实 你在前期还是会对应一分 是的 选择到了一路向前 月影来了 看到了月影第二次登场 一路向前的话 就是前期是有加塞的 对 那可以直接释放弹器 都有准备啊 扫身 赶紧出发 直接走 这段路就是跟住就好了 前面的风仔 两人同车同性能的情况下 找路线 断空明明提线断空下来 但是落地有点拖 这个提前的入弯 判断太早了 而且感觉卡在那里 对 他发现自己的路线不太对 对 而且那个点是完全就是动不了 风仔这边也拖飘了 出门以后看看这边再弹过来 这边体验下来释放弹器 再重开一管 释放ECO 最后一弹 差距0.1秒 不太够 不够 但是已经很明显地反映到了 没有那个拖飘就有了 不拖飘 对 那个大拖飘的话 至少有个0.3了 是的 因为他还不是轻微地拖了一下 5比2了 锁除了呀 空港 美洲 苏格兰 这三张 轮着打 没土打了 确实打不了 先来一手苏格兰吧 苏格兰应该算是 之前南图当中打比较多的 嗯 但你看面临到风仔 风仔的空港和苏格兰 美洲其实都是王图 会涉及到一些问题 1分09秒44 嗯 这辆车的上限还是真的很高啊 很明显地感受到 那一个拖飘 嗯 对吧 至少也有个0.3 对 就感觉这辆赛车确实 在这种加速带的地图上面 加成是非常多的 嗯 主要是他在进入到加速带之后 会提供赛气动力 而且还获得极气 并且他的最高速度也有加成 那其实除了他可能最高速 呃 跟孙悟空还是会有一定差距之外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差异 包括跑法 其实后半端跟孙悟空也是 呃 差不多的相差无几 毕竟在加速带上面能开氮气 嗯 就已经很强了 对 这个断空断得很好 落地下来 这个刹车 好重啊 嗯 太早了 然后直接刹车摁死停在了原地 ECU有没有按道 拖飘 其实从那个失误点复位开始 后半端基本上已经追不上了 西湖打玄月 有三分优势的风仔 其实这个时候也不可能说 跟你抢起机甲 就慢慢的一分分的慢慢拿就好了 而且也可以呃 练练自己同车图的一些状态 是的 明明第一个弯道过来之后并不是很顺利啊 弹气开的过来之后和风在已经拉下了0.5 这一个跳板没有人卡位 这边还要砍下戏 比较肥的一个情况 但风仔这边顺势通过 而明明的话有点节奏上的卡顿 这一个落地下来之后0.7了 对 他反而是 掉起来了 自己的这个速度没太碰住 后半段已经没有太多的机会了 0.3 0.4 但是后面这段路就是0点 真就是维持在0.4左右 那最后的长直道在闲尖一个甩尾 风仔是能够顺利拿下这局比赛的 知道再一点了 6比2 6比2 确实是比较难打呀 尤其是在第二轮 没有办法放开去打 对 分数在这里 而明明的话 他是先选择了一张 自己比较擅长的图 来了个一路向前 想要先打一下月影 但是自己的那个重扎过来之后啊 虽然没有断掉弹气 那个断空跳是真的非常的顺 但只是说断空下来之后 衔接的这个弯道 可能想通过自己的这个路线去卡那一道 但确实有点太早了 这样一来明明也是连丢了两分 现在已经是赛点了 这一个赛点对于WZ来说怎么去扛住啊 真不好打 现在就除了那些难途 就这一定要时去时辙 你到赛点了 就不像刚才五分的时候 我先给你打同车途 现在就是能上机甲就上了 过你现在就搏一手 我拿机甲对方也打 那这样的话 你不让的情况下 我还能多打两局 尝试先把分数给扳平 刚一刚机甲 嗯 因为你现在想要赢的话 必须连追四分的情况下 再拿一分 连拿五分才可能拿到胜利 是 那面临到封仔战的选手 肯定难度是非常大的 天宫也被搬了 严君和新黄考虑一下 严君 你新黄能打的图 也就只有一张了呀 嗯 对吧 就已经雪山了 那雪山的话 我建议直接强达哈雷特了 对吧 这也没必要 就是封仔的话 哦封仔可以拿 直接就上机甲了 对 跟你无限打 我打到最终局 我也领先你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得想 你拿出来的车 真的是唯一的车吗 真的是最强的车吗 是的 否则很容易 被对方给置换过去 对 那现在就无解了 除了苏格兰 在这里真的很难打了 你就选手每周封仔都说 我拿个哈利特试试 对 不断的尝试 空港苏格兰 空港和苏格兰的话 我觉得还是选空港更好 空港和苏格兰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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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还是选空港更好 雪山雪山 但是明明拿到了哈雷特 而封仔还是拿出了新黄 那你就要想 明明这辆新黄还有的用吗 这辆新黄 好像没得打了 对啊 其实还有一张 对啊 你把冰破打掉以后 可以打庆元春 那真的难度太大 庆元春还有持续呢 对 先看明明这张图的记录吧 之前跑到了一个 好像游戏也是16 嗯 现在是沈的1分16秒40 17肯定是不在画像 第6的话上点难度吧 弹射弹过来 再甩 整体的弹射路线都没有给到输 这路已经跑出来了 现在是一个持平的状态 感觉应该是有个0.1的差距啊 这个车身位 0.0几 这出完慢了 直接拉开0.3 但拿下这一局比赛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一个CW的单喷 哎 暂气延续过来 CW但是风在后面也失误了 1分17秒03 3比6 差一点是16 嗯 搬回1分 但丢了一辆哈雷特 那接下来哈雷特的图不能选 哈雷特的图 每周也被pass了现在 嗯 因为每周你选拳 我就拿哈雷特试试 是的 但你拿天狼心也可以吧 拿机甲去打分 这样是可以的 嗯 就看自己能够坚持计局 那你现在 那你现在 他现在是闯关模式 现在再选机甲 就打同车 嗯 现在你选机甲图也是同车图 你只要拿最强的 风仔肯定也拿 他没必要留那么多 对 现在就是打一手闯关模式 对 那现在就是同车图就 更开朗一点 就不像只局限于像空港苏格兰了 是的 就你拿出一辆 一张赛道就拿机甲 那也是同车图 没有那么受限 那像2V当中打过的 金花东梦也可以再打 或者就打一手赤城红叶 赤城红叶吗 就打兵破吗 对 打兵破就好了 因为 哎 不行 这回也可以拿机甲 反正现在考虑不了那么多了 对于冥冥来说 要考虑的就是 先拿自己手中剩余的机甲 来拿几分 就拿机甲就好了 风仔自己上墙了 那他 要全面不失误还真不好说最后 是的 然后风仔也拼炮了一段 然后又蹭墙 啊这后面节奏是大乱 同款 节奏是 超级无敌乱 精华多梦 都是送风 成绩的话相差了0.4 不到 0.36的一个差距 起步这个侧身还是影响到了明明的 对 这起步就没了的话0.6秒啊 看后面的弹射吧 嗯 这张图你唯一能够钻的空子 就是对手弹射拖飘 风仔没弹出来被拉近的距离 路线甩过来来看这边转向 没有出现磕碰 仍旧是保持着0.3的车身位 这0.3的话延续到第二圈了 嗯 看测性以及路线的转向 沉塞淡气 看进入第二圈下一个弹射 这个近道点 近道点先弹 风仔的路线很贴 直接进阶了 是下一个弯道 很难却拉近距离 这边转过来 再衔接一个甩尾 明明自己拖了 没有失速 对小拖一下 千银也出来了 这里弹射路线要比千银更好 没错 已经是行程反超 有一个0.1优势 完美路线啊 而明明在后面出现了失误 现在是1.8秒了 破纪录了吗要 转向过来 有机会 现在是跟影子 有一个0.3秒的差距 有一分34了呀 那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是多少 一分34秒84 同样7比3 收获了本场比赛的一个赛点 再刷一张记录 果然到最后赛 就来到了风载发力的时候 这一手金花多梦 直接跑到了34 就这成绩放在这儿 确实明明不好针对啊 而且底圈盘摄还有个失误 起步其实是最大的问题 起步就已经将近有一个半秒的差距了 那其实以起步他来看的话 风载一整局又非常的稳定 如果起步出来的话 两个人可能还会在弹射点 有一波内道的卡位之类的 那可能有机可乘 是的 但对于起步就已经有 如此大的差距的情况下 风载这边也没有给到任何的机会 哇 这个风载今天真的太C了 杀了三张记录 而弹载其实在第一阶段打得也不错 是拿到了一个4比2 对2分的优势 所以进入到第二局之后 第二阶段之后 风载这边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是的 而且在今天2V场上面也确实 但在前期可能失误比较多一些 但是后半段 两个人的成绩稳定住了 也就顺利的拿下了2V 达成了一锤定音 逆风翻盘 依然保持着自己2V不败 是的 对于RSG的首战来说 其实相较于另外两支队伍 可能稍微轻松一点 但是以今天的状态来看 其实还不能掉以轻心 首先是弹载这个点 到了2V抢7 状态确实调整回来了 但2V上面 可能后面无论是对战到狼队 还是RW 都是一场硬仗 是的 还是要保证自己的状态吧 今天还是要好好复盘一下 自己 在这个2V场上面出现的一些问题 尤其是我们几次看到 弹载的起步上面 他都是想要去挤一下 想要去对抗 因为确实我们从赛前去判断 两队的风格的时候就有说到 风载 当然就是负责 你在领跑的时候 能够稳住 稳中求快 而弹载则是 利用自己的一个对抗能力 去帮助风载 把这个优势给扩大开来 对 这个雪山之巅 其实之前我们有看到过序列未来 当时宁清破的这个记录 但后来慢慢的这个孙悟空搭配着火域龙西 能够把这张图的极限再带的快一些 对 是金花多梦 对 金花多梦的话 确实它整体的速度会更快 然后宁清的那个施力未来 应该是之前能够蹭蹭的时候 对 能够帮助他把这个长直道的极限性 再拉快个0.2左右 是的 最后来是要恭喜RC拿下了自己就在首战的胜利 是的 恭喜RC3比0战胜了WZ WZ今天的2V已经打的前半段非常漂亮 是的 就感觉WZ这些队伍的2V确实非常的克制 RC啊 前期可能状态出现状况百出的情况下 又通过了一张地图拉回了6分 有一说一啊 我已经有点期待WZ和狼队的那场2V了 嗯 这个再看康王 康神 发力啊 这个74分当时应该是74左右 对 非常高的一个分数 一分34秒84 嗯 这张图也终于是跑到了34 之前都说35 对吧 已经很快了 对 而今天风仔 确实状态拉满 嗯 起步就冲出去了 不过后半段 第一圈的这个弹射出了一点问题 后半段完全没有失误 而风仔就感觉经过这几个赛季 越来越有老大哥的风范了 嗯 虽然他刚加入联赛可能也不久 是 但是 但他在赛场上就让人觉得跟前几个赛季不太一样的是什么呢 就是 前两个赛季锋芒毕露 嗯 我会什么 我有什么 我全部展现给你看 而现在就是感觉沉淀了很多 然后也有很多的这种内容给展示给大家 在你需要我的时候 我要能扛起这一面大旗 是的 就感觉会变得沉稳很多吧 嗯 然后又能够在队伍当中担任一个非常稳定 也让人安心的角色 一点一点确实 打得越来越好了 是 才看到 这刚才是10次 现在11次了 是的 极限突破 来到季后赛就是不断的突破自己 那我们的采访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把画面交给采访期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采访期 我是主持人花花 现在站在我身旁的是本场拿下比赛胜利的RSEG的风仔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RSE风仔 首先也要恭喜风仔 就是RSEG拿下了本场比赛胜利嘛 那想问一下你 就是今天是季后赛第一场比赛 面对到WG 感觉今天状态如何 今天状态正常吧 正常发挥啊 就是正常发挥的风仔 就已经在整个比赛当中拿下了三个纪录 不敢想象 如果说下次再超场发挥一下 才会破多少个纪录 那其实今天整个2比打度是比较胶着的嘛 其实打进加赛了 你觉得在2B前期被拉开比较大分叉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对面几金换育太厉害了 明白了就是原来是WG的几金换育更厉害 那感觉以后啊 面对WG的收集几金换育要做手针对了 但是在后期你们也是一步步追回比分了嘛 在这期间你们的战术会不会有所调整 战术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一名选手 我就负责跑就行了 好明白了就是不做有所透露啊 那我们再问一下 其实在最后加赛的时候 竟然说你也是开到了时序嘛 但是当时其实是还有原集的 那想问一下你就是有原集在的时候 为什么会去开到时序呢 因为时序起步能给压力 就是还是想要通过时序 对明明起到一定的压制啊 最后也是这辆时序在机甲当中去突围出来了 那在刚刚抢7的时候 你跟明明的一路向前 也是上到了月影这辆车的嘛 那你觉得这辆车比较适配的地图是什么呢 加速带的图都可以用吧 就是在加速带的地图上都可以用 包括今天阿康也是在金华东梦上面是上到月影的 那也要恭喜风采拿下比赛胜利啊 那最后我们再拿三星S23 Ultra 来记录一下今天比赛的胜利吧 好的感谢风采接受我的采访 那我们稍事休息比赛马上回来